雨昕剛剛看著我這樣 自己是 你的食量有這麼小嗎 四個鍋貼 我也是這樣子忍忍忍下來 才會變成這個小食量的 我以前也是 我也是無底洞 就肚子住乞丐的那種 真的 就是 你可能一天平均至少要午餐 午餐 然後 當月 坐月子在吃 對 然後重點是都不會胖喔 半夜三點跟朋友打麻將 就只好餓來吃碗泡麵 都不會怎麼樣的那種 好過分喔 不行耶 我以前鹹酥雞這樣亂吃 真的發胖了 我可能一天 兩天就會回來了 回來 對 一中會回來 可是現在真的不行 大概要一個禮拜才會 掉那0.2 0.3 對啊 真的 很辛苦耶 你這樣子有點提早老化喔 你怎麼這麼年輕就會這樣 真的 真的 就是跟以前比真的是 差太多了 真的 以前我們要減肥的時候 那時候二十出頭 我真的一餐不吃 你可能就掉一公斤 對 現在七天不吃 我們掉那一公斤 真的就沒辦法 真的啊 然後二三天 然後隨便一餐 跟朋友聚個餐 就又回來了 對啊 就已經結實結得 這麼辛苦了 吃這間什麼瘦身餐 為什麼還是瘦不下來 營養師 答案在 年齡 對 因為我們的年紀增長 本來我們的新陳代謝率 就會下降的 尤其是年紀過了二十五歲 甚至於是懷孕過後的 這一些族群啊 你的代謝率會降得更低的 所以說呢 在飲食上面啊 我倒是建議 除了三餐要定食之外呢 避免身體在日後 形成溜溜球效應 對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的 那另外呢 像 雨昕講到的 夜間會吃鹹酥雞 宵夜 常常 是最好吃的 對啊 台灣的美食 常常在半夜 可以陪伴多少空虛的心靈 對 一起去玩了才好睡覺 現在就直接送來了 好方便 那還好我沒有住在 這麼方便的地方 不然我完蛋了 真的很可怕 以前是要跑出去買 覺得好麻煩 沒有人要去就算了 對不對 現在真的手機暗暗就好貼心 還好 我昨天晚上失眠 我就在那邊暗暗 他一直說 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大家都搬去宜蘭 真的 要再投層 對 所以宵夜的確是萬惡的深淵 沒錯 而且這些宵夜的類型 裡面都會有高油跟高鹽 對 所以營養師建議呢 你可以多補充一些 含有假的這一些營養素 比如說 比如說像 或者是這一些 的這一些類型的食物 都可以幫助我們呢 這一些水分的代謝 避免水腫的現象 海帶可以幫助我們代謝水分喔 是的 因為裡面還有假 所以我可以先吃 鹹酥雞吃完 配一盤海帶 尷尬的笑 還是會有這個熱量 色情過量的問題 好棒 我兩年前 我的體脂大概是27 算是標準的上限 對 然後呢 就像醫生說的 就是我什麼都沒做喔 我也吃得很少 你知道我每次出去啊 多少 就是吃一半 妳要說多少 對 我大概鍋鐵也是吃八個 我不覺得很多耶 對 但是我真的吃一餐 我就是大概只有一半 然後我一半會帶回家 可能下一餐再繼續吃這樣 對 但是呢 我還是瘦不下來 尤其是肚子的這個部分 就是脂肪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身材 已經從少女 開始變歐巴桑了這樣 對 然後體脂27 然後我這兩年 我就是一直不斷的運動 然後就是騎車 然後我騎車有到一個強度 對 就是 所以你這個就是在增加肌肉量 對 然後所以我的體脂 從二十七 然後現在大概二十二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真的是 可以很正常的吃飯 以前我可能吃兩餐 還有可能會胖 但我現在就很可以正常的 三餐吃 所以現在可以正常吃八個鍋鐵 很正常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 沒有在控制 對啊 騎單車是非常好的 染指運動耶 我每次騎兩個小時 我看那個APP 都大概燒掉一千大卡的熱量 哇 因為你比較大隻 對... 因為我很小隻 我可能騎一天 頂多兩千多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 我騎很遠很遠喔 然後大概騎了兩百五十公里 這樣子 然後才燃燒五百... 我牽而已 可是我就覺得我好虧喔 你那個除了距離遠之外 還要有一定的速度 對 要有一點強度 七塊 對 然後你才可以增強你的肌肉 然後像我們就這樣慢慢騎啊 騎一騎還說 這裡好美 下來拍照照 好 我看那個離我很遙遠 對 要放一隻狗在後面追 然後你真的很緊張 然後加上有上波 真的沒辦法 然後腎上腺素飆升 對 那才有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 然後重點要放在營養師 是 因為他剛剛有說 我們就是年紀大了 我們的代謝真的變慢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吃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新陳代謝變得更好 來幫助我們瘦身 我也想要有麻辣耶 我想說瘦身可以吃這麼好 有人說辣也會刺激新陳代謝啊 但是那個是動物實驗室認為 辣椒素高濃度是代謝會變好 但是那個量太大了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今天兩位專家 一定覺得我們好煩 我就跟你們講要瘦身 然後一直要想要找好吃的 我剛剛講的食物的類型啊 他們都具備了高膳食纖維的 這一個特性 所以呢可以幫助我們啊 去增加這些益生菌的生長 也可以幫助我們的 消化道的這一方面的整腱 當然它也可以使排便順暢 重點是它可以 也可以讓你 我覺得營養師在鼓勵我們 我講的這些 你就給我乖乖吃就吃了 芭樂 蘋果 地瓜 燕麥 南瓜可以嗎 南瓜也可以 馬鈴薯也可以 馬鈴薯也可以 只要是圓形的 只要是圓形的食物 都很棒 你看我又幫大家多爭取了 可以吃的 好 但是邱醫師 因為我們真的有時候 工作真的很忙啊 然後帶小孩也很忙 像Vicky要帶四個對不對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運動 但我們還有哪些事情 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增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有兩個可以幫忙 第一個幫忙就是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 就是冷室機會有點幫助 有像剛剛燕俊說 那我不要穿那麼厚嘛 對不對 像宇欣現在 她的代謝都比旁邊的人好 她剛剛在開錄的時候 她就說 應該很瘦喔 對啊 剛剛自己就是 稍微冷一點點 對 但是就是 要拿捏一下啦 中樞體溫還是要顧到 像我今天早上 我有騎單車 騎了六十分鐘 然後我騎完以後 你知道嗎 我就穿一個背心 然後我手臂都露出來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不怕冷的 因為你中樞體溫保住了就可以 所以大家還是要先避免感冒 健康先顧到嘛 然後不要太怕冷 那包得密密 密不透氣 這樣的話呢 代謝就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醫學研究發現說 如果我們穿一樣的衣服 對 現在二十二度 那你把溫度降低 降到十六度 你知道新人代謝 提升多少嗎 五點七趴 新人代謝會提升五點七趴 導播不好意思 我們平常都叫導播 這樣要關冷氣 今天就是給它 吹到最強的 這樣嗎 但這個方法不是每個人 都適用嘛 對不對 因為有的人怕冷 那個慢慢調啦 但是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不想運動怎麼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不要一直坐著 不要一直坐著 增加站的時間 但你站著的時候 你這個腿肌會收縮 會用力 對 會收縮 收縮它就在染指了 這也幫助你醫生的內心 邱醫師就一直看著我 好啊 來啊 那我們就自鎮的主持在看 坐正的了 可以幫助 這會是很貼心 讓大家坐著 你看講到要瘦身 大家多激怡啊 對 好 那還有一個 我補充一下 坐下 但是有人跟我講說 邱醫師 我在辦公室沒辦法站 你站著的話人家說你在幹嘛 對不對 教你們一招 一隻腿離開地面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對 一隻腿 就這樣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話 一隻腿都不要在地上 踢起來 有沒有 一直踢起來 那久了會痠 你剛剛前面就應該講啊 這滿痠的耶 對 久了會痠對不對 對啊 這個時候就燃燒脂肪了 那但是久了會累嘛對不對 沒關係 換一隻腿就好了 而且這個提起來 其實有肚子的力氣 肚子很有力 對 為什麼我都沒有痠啊 沒有啊 我跟你講 那你核心不錯喔 對 核心不錯 你可以往前伸 這樣就往前伸 往前伸效果會更好 好痠喔 對 這樣墊一下 而且有覺得那個 大腿都痠了 對 這個肌肉在痠 你知道你剛剛講對了 那有一句口訣啦 就 對... 那如果想要再積極一點 我們就兩隻腳 那當然也可以啦 如果這樣 這樣做不了很久 這樣不能... 而且這樣你不能編辦公啊 因為現在就是說 所以我們編辦公的時候 然後再一次腳 對... 怎麼樣今天 抱戶口嗎 對... 對啊 因為不會被發現 而且我們今天的俗女當中 其實也有一位啊 就是她其實 維持的狀態都非常好 對啊 就是雖然平常 工作都很忙 就沒有辦法 有時間去運動 但是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可以大量排汗 對 所以我還是會抽時間 就是去躺那個 就是一個排汗吧 幫助代謝 對 幫助代謝的 但是因為時間上有限啊 所以效果還是有限 像我之前啊 其實因為代謝不好 所以就是會越來越胖 其實可以在短短兩個月 就可以胖八公斤 因為代謝太長 太誇張了吧 一個月就胖四公斤 這是妳 這是妳 怎麼差這麼多 整胖的時候 那個時候幾公斤啊 大概有六十四公斤 那現在 妳有曾經胖到那麼胖嗎 有 有曾經這麼胖嗎 後來妳到底怎麼覺醒的 後來我覺得咖啡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沒有喝咖啡 可是狗女主說 我兩個去咖啡啊 妳愛喝咖啡嗎 我愛喝咖啡啊 對 我也很愛喝咖啡 每天早上沒有喝咖啡 就覺得我腦筋沒辦法醒耶 對 而且我覺得咖啡 因為它有提神的作用 對 而且還可以那個啊 沥水 對 沥水可以用海水 沥水 沥水 還有幫助大腸蠕動 所以也會有點排便的情況 對 有時候早上喝完 才會去上廁所啊 對 但是妳要喝黑咖啡才行喔 妳喝的是黑咖啡嗎 還是有加糖 後來我發現一個 我們都有喔 對 這個咖啡它喝下去 我早上每天起來啊 空腹喝一杯 然後精神就可以非常的飽滿 我就說嘛 我也喝咖啡 她也喝咖啡 原來我們喝得不一樣 那我喝錯了耶 所以妳都喝得不一樣 對啊 這個是什麼咖啡啊 不一樣在哪裡 這個是功能性咖啡 那喝完之後會感覺有一個熱感 就是全身 我們這裡也有 然後像如果是在飯前 一個小時先喝 飯前喝 對 一個小時先喝 然後因為它裡面的成分啊 它有那個菌精的成分 然後有 然後它還有那個 好好喝的 很好喝的 大多蛋白 對 然後很好喝對不對 對 我有覺得 妳剛剛講燕麥 我有喝到那個燕麥的感覺 黑牙的乾燕麵 對 對 平常有在運動的話 運動的前一個小時妳先喝 那喝完再做運動的話 會有 大量排汗 比平常的兩倍三倍以上 真的啊 像我們就是 比較不容易流汗的人 不流汗的人 喝完之後 坐著都在流汗 真的啊 其實我喝起來我覺得 味道就是很像 我們一般的咖啡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它裡面的成分 是很不一樣的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